逆时针方向,所以起点应该在哪里,起点在下方 中点在上面 然后再往这个地方拉一下 拉一下之后给它多少,我们要半径二属,你就输入二属就好了 这个弧就画出来了 记得是半径二属,记得起点 中点,它一定是逆时针,弧的特性 这2D课程里面有讲过 所以这部分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这个弧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那其实画一个圆就好了 比较简单 这个地方的话,我可以从这个弧的终点 然后画这个半径为五的一个圆 那画完之后的话,就做什么,修剪就好了,修剪 空白键 然后把这个跟这个 剪掉,那不就OK了吗,对不对 OK之后的话,最后再把它聚合起来 修改里面有一个叫做物件里面有一个聚合线,对不对 现在先选其中一个线段 他问你要做什么呢 要不要结合,要 然后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之后的话,把它整个选起来 按空白键 我有时候 他其实已经选了 那有时候 应该是显示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 按跳看一下 那有没有聚合呢 碰到 比较准确 不然有的时候 不晓得是不是显示卡的关系 还是因为我们是模拟的关系 所以 有的时候那个本来应该有虚线 没有虚线 那你就 按个空白键 油标放上去 如果是有聚合 那这个时候 就会是一个聚合线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线 可能有没有接好的地方 有些同学可能 画的时候 歪掉了 漏一个缝 它也没办法变成聚合了 OK 好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再回到东南等角 再确定一下你的什么 你的UCS有没有跑掉 如果有跑掉按一个世界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要把它回转 回转成为一个盘子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那这里我们就 把那个Y轴当正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 在也是这边回转一下 回转 然后呢 物件就选它